你所不了解的梅威瑟,幸福只是一方面,前女友才是正题梅威瑟豪华私人飞机,梅威瑟现在的身价已经是体育界的第一,短短的一场比赛就能够近占3亿美金,买私人飞机已经跟完一样的了,曾经在买飞机的时候,梅威瑟还曾秀出来过,不过里面,似乎大家比较陌生,梅威瑟早些时候在推特上说,他非常喜欢失去重力的赶脚,然后就无情信了一波飞机的豪华装饰长城组合, 其实这个名字,似乎对咱们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这说的并不是梅威瑟,而是他身后的保镖,因为梅威瑟在美国非常喜欢炫富,有些嫉妒的人非常不满,关键是他喜欢在社交媒体中开炮,所以聘请了一帮五大三夫的保镖,而这些保镖的组合就叫长城贫困游戏,其实估计梅威瑟在小时候也没想到自己能够赚这么多钱,早年的梅威瑟还是非常贫困的,并没有什么强大的后台和家庭背景, 梅威瑟曾经也就和其他四个小伙伴住在一个水泥房间内,走进去,不大的面积,也就是墙面和几张床,而这或许就是梅威瑟发奋的起源 曾经看着麦克泰森训练泰森,可以说是拳击界的太陡了,即便饶了霍利菲尔德,似乎大家也认为他是拳王,泰森打拳的时候,梅威瑟还没有出名,但是梅威瑟却在泰森旁边,看到泰森美如画的拳术,梅威瑟非常欣赏这位重量级拳王,所以基本泰森训练的时候,梅威瑟有时间就会出现只在拉斯维加斯打拳, 纵观梅威瑟的每场大战,不难发现,最多的就是在拉斯维加斯部分邀请赛除外,其实早在2005年,梅威瑟就对媒体说了,我只在拉斯维加斯进行比赛,不仅仅是拳击手,还是个生意人梅威瑟现在保持着拳击界的不败记录,他知道,宁可用点数获胜,也不能输,因为一旦输了,对手身价就剩去了,自己就下来了,这种生意头脑,简直就是一个伤人啊, 不过这也让他得到了不少谩骂和讽刺,例如梅威瑟简单的素食,其实很多人只是抓到了梅威瑟炫富的一面,认为他的生活极尽奢华,其实梅威瑟也会赶时间,赶时间就会吃素食,为啥这些没有被抓拍下来,被各大媒体相传呢? 给自己的每一支名表,面名梅威瑟炫富已经是众所周知,他的一抽屉手表,渐渐高价相攥,关键是梅威瑟还会给他的每一支名表取名字,与新共舞其实这个词在美国非常流行, 不过到了梅威瑟这里,并不单单只跳舞,梅威瑟基本上都是看上了某个明星,和他跳舞,完了之后就会约他吃宵夜,然后疯狂追求,很多明星都是败倒在梅威瑟的糖衣炮弹下,每个和梅威瑟恋爱的美女基本上都会获得高价格的奔驰,但是分手之后,梅威瑟会要回来的,这也许就是梅威瑟跑车多和麦子多的原因吧, 奇怪的随从看看这张图,其实直接导致梅威瑟在美国很多人心中地位下降,甚至粉转黑,贾斯汀比博是美国很多人都讨厌的小鲜肉,而梅威瑟和他的合影,也成为了让人讨厌的理由之一,毕竟大家都认为物以类聚,人以裙子内裤只穿一次就会扔掉梅威瑟,似乎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也可能实在太有钱了,自己穿的内裤,只要穿过一次,梅威瑟就绝对不会再用第二次,有钱, 热性了和WWE大秀哥的一战就在梅威瑟如火如荼发展的时候,WWE邀请梅威瑟出战摔脚狂热,这场比赛是跨界大战,拳击和摔脚的碰撞,大块头和小个子的碰撞,原本WWE认为会非常有看点,不过在很多人看到梅威瑟拿出只虎攻击大秀哥之后,区生一片梅威瑟真的不败吗?梅威瑟目前在拳击界的战绩最好,一场未败,但事实上,梅威瑟很多比赛 1996年奥运会的时候,梅威瑟最终有争议的结局获胜,其实在很多美国人心里,这场比赛,看起来梅威瑟并未获胜,对手几记重拳足以加分,但最终裁判还是举起了梅威瑟的手,最大的争议,其实还是在梅威瑟的跑上,难怪被称为梅跑跑了梅威瑟的前女友可以凑成一桌了梅威瑟的前女友阵营可以凑成一桌 拳王炫富不算什么,炫美女才是让人更惊讶的,这也足以见得梅威瑟的艳福之好,钱财之多,私生活奢华,女性派对,助理帮洗澡梅威瑟似乎和泰森友的一拼,对美女大尺度花费,自己一致千金,挥霍无度,无论是夜店,还是其他娱乐场所,美女都身着十分性感的装扮,梅威瑟估计 夜晚嗨了,梅威瑟请来的助理也是她千挑白选的,关键是这个助理每天还要给梅威瑟洗澡